出发消息,欢迎在观看90000新闻 现在是中国当地世界2023年2月7日 就在刚刚,我们收到了来自武汉当地民众提供的资讯 该资讯首先提到武汉市邀请市长2月8日之前 对医保改革违反一事做出回应 否则2月9日在中山公园组织召开 武汉市退休人员医保围钱大会 和武汉市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退休人员医保围钱大会 组织游行活动游行路线 市周围长江大桥武圣路到武昌月马 邀请金市直播楚天都市报等媒体记者参加报道 先请市后游行本月不解决问题 前市退休人员要求罢免市长不中 前市退休人员要求罢免市医保局长违法贪污咨询 第二提到的当局有关医保改革的详细规则 2023年2月1日开始武汉职工医保变化情况一纳 2月1日起职工医保参保人员 无论是在职人员还是退休人员 医保返款都有减少 其中单位在职人员医保个人招返款每月减少 单位缴费部分 灵活就业未退休人员 每月不在医保卡预额返款 单位退休人员每月返款83年 灵活就业退休人员每月返款66年 却不会逐年上涨 二职工医保人员 医院看门在每年报销企服线 在值700元 退休500元 符合医保报销目录范围内 报销比例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部分基层卫生医院等一级医院 在值报销80% 退休保险 退休报销84% 部分基层卫院等二级医院 在值报销60% 退休报销60% 区人民业统计协和等三级医院 在值报销50% 退休报销63% 职工门诊 报销封顶线 在人员一年最多报销3500元 每年 退休人员一年最多报销4000元 为年 是医保卡预预额可以给家里面支付 住院对支付部分和药店 购药第三 提到的是此次改革对老百姓的影响 我们将当事人的声音做了电音处理 请听 武汉市这一次抗议 涉及到医院改革 也就是医疗政策的改变 政府决定将每月拨付给个人的账户238元 降为38元 那这200元到哪里去了呢 交给了保险公司 有你将来这个医疗要理赔 找保险公司 原来的医疗费啊 在100人超过100人啊 政府啊就要报50% 居民啊个人承担 就退休人员的也承担50% 现在把这个标准又上升了 到700人啊 到700人才能够分担各一半的50% 所以退休人员就认为 这是医改啊 涉嫌对啊 这个退休人员 医疗补贴费用的侵占 针对上政策存在的问题 武汉当局在回应中提到 有关市民反馈的医保改革的问题 目前收集到的信息的问题 是属于少数 等到问题多了 再向上级反馈 继续有关医保 中国的网络自信显示 医疗保险一般指基本保险 医疗保险是为了补偿 劳动者因急欲风险造成了经济损失 而建立了一项社会保险制度 通过用人单位以个人脚背 建立医疗保险基金 参保人员患病就会 整发生医疗费用后 由医疗保险机构对 其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实施 积极了单位和社会成员的经济力量 再加上政府的资助可以患病的社会成员 从社会获得必要的物资帮助 减轻医疗有负担 防止患病的社会成员因病治平